怎麼看 擺明就是一隻素絲 一隻白色的獅子 我當你真是不是孝師 但你都沒理由在大時大節 開幕日子就沒有隻白色的獅子出來 沒得很爭辯 這件事是錯就是錯 是不是 這件事沒得很爭辯 你獅子那麼多顏色你不用 是不是 你沒有一隻紅色的出來也好 是不是 上面又那麼喜歡紅色 你就沒有一隻大紅色的出來 沒有一隻紫色的出來就行了 是不是 你又不是沒有一隻白色的出來 你現在怎麼說 拿警 擺明就是 香港接得政府武師這些生意的 是只有陸志夫 因為只有下個章 那你說他們兩個 是不是有心玩波哥 我就不知道 但是你波哥樓下總會有人認識的嘛 是不是 你波哥不認識而已 你樓下那些都不認識嗎 是不是 那你都要學著 你都要 你見波哥 你見這個活動 你沒有一隻白絲出來 還在爭論什麼螢光絲什麼銀絲 銀絲粉卷什麼銀絲 用什麼絲都可以 是不能用白絲的 你沒有一隻黃色的出來都可以 你沒有一隻金色的出來都可以 你沒有一隻金色的出來都可以 不過那些人不喜歡黃絲 那些人不喜歡黃絲而已 是不是 那些黃絲就以為是 就說不喜歡 不喜歡 那你沒有一隻藍色出來 藍色都不行 那你上面那麼喜歡紅色 你就沒有一隻大紅色的出來 沒有一隻紫色的出來都可以 白絲是喪事用的嘛 好像當年劉家良師傅那樣 劉家良走的時候 就有四隻白絲送他上山 這樣 白絲是給那些得高望重的武術界人士肉 武術界的老師傅用的嘛 就是說 那些老術界師傅鮮游啦 那就沒有幾隻孝師出來 出來送他一程這樣用的嘛 你怎麼會 弄一隻白絲出來才行的 鼻光紅色就是喜事嗎 那你不說獅子的頸子有幾個紅色的徽章也是喜事嗎 你都傻傻的 你都傻傻的 四海哥有一段片出來了 台灣那些孝師的鼻子都是紅色的啦 那你怎麼爭拗呢 沒得爭拗的 你難道說台灣的人不認識的 那就喜事多喪事做啦 那你不就趕香港死快點 他剛剛又沒有三隻出來 又沒有三隻白色的獅子出來 那你剛剛又是 我們最大那三隻叫三獅子 那你說是不是 你不要就自己去死 哪有人這麼夢驅才行的 為什麼呢 獅子沒有劃分相單數的 獅子你喜歡沒有多少隻出來都行 但是有時候獅子很多 因為獅子一向都是說劉關章 以前一向都是只有劉關章 現在又加上黃色的叫黃中啊 白獅叫馬超啊 然後又弄一隻呂布出來 是現在才多了那麼多東西出來而已 一向都是只有劉關章 武龍武師一向都是喜慶用的 但是你喜慶你沒理由用一隻白色的獅子的 你武龍武師一向都是喜慶用 還神用的而已 那你沒有一隻白色的獅子出來 幹嘛 喜事當喪事辦什麼 你現在想 後來那個繽紛葉之後呢 又紅瘀喔這樣 是不是 是啊 剛剛開始那個活動就紅瘀了 那你是不是壞 什麼都不老禮的 那你搞來幹什麼啊 沒有啊 這個活動搞不成的了 搞什麼呢 你三年疫情你搞到香港這樣 你現在想搞回香港 你怎麼搞啊 沒有得搞 怎麼化解 誰都化解這些東西 你說化解是化解的 你三年疫情搞到香港 每個人回家煮飯 又不讓人出門口 又不讓人性 去這裏又說不行 去那裏又說不行 現在還沒有一隻孝師出來 出來做什麼開幕典禮 那你還可以化解 化什麼解呢 沒得化的了 算了吧 死路一條 天生頓 叫你們怎麼說 頓吧 代表什麼 代表 避世 入山林避世 那個意思 就是告訴你這個活動搞不成 你們一個一個回家 回家做些煮飯睡覺 八字又沒有雙衝的 不過波哥就搞笑一點 波哥也不懂 他樓下那些人不知道是否想玩死他 你樓下那些人怎麼會不知道 不知道白色獅子有什麼用的 你說我也不相信啦 你黑漆漆沒有三隻螢光獅子出來 那代表什麼 也代表嚇死人 我不覺得他有多漂亮 你很多人都懂得分的 但有很多人都死亡 他有紅鼻哥 他那隻是銀絲 哪是白絲呢 你們那些人不懂 還要說我們那些人不懂 你們那些人懂不懂 什麼叫銀絲 銀絲粉卷 白絲就白絲 素絲就素絲 孝絲就孝絲 那些人都傻 那些人的腦子是入水的 他一向都不聽人勸的 聽人勸就不會搞到這樣的局面 他怎麼會聽人勸呢 他大了的嘛 他講的就是 有請司長點證 光鵬日廢 私自訴繩 如意香港市道日出唱旺 旺丁又旺財 謝謝大家 謝謝 拿出你們的手 派個心心給大家 好嗎 沒錯 再來一張合照 今天的活動正式為香港夜蚊粉 Night Vibes Hong Kong 揭開聚望 大部分人都會去世 每個室家裡也有很多人 年紀的時間也像在山上 絕大部分人都會稍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